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6月15日星期二 今天早上仍然有我周天慧和大家讲讲时事热话 大家在过去那个周末是否过成什么呢? 是否都挺平安? 但记住,平安真的不是必然 因为在6月12日是黑暴的两周年 之前已经有人号召聚众 亦都在警方的努力之下最终都是有怕冒险的 而又是刚刚6月12日有两件事发生了 一起要看看这三件事对香港的发展有什么启示 刚刚过去的6月12日 举办了《中国共产党与一国两制》主题的论坛 由中联办主任骆惠宁有些重点发言 他有说到 中国共产党开创发展捍卫一国两制的事业 历史记录、镜监未来 推进一国两制强调了有三个必须的 第一点是最重要的 他就说要在推动一国两制的事业 必须坚持和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历史告诉我们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就没有一国两制 也都没有香港的顺利回归 和回归后的繁荣稳定 这些叫嚣结束一党专政 否定了党对一国两制的事业领导的人 那些企图 将香港作为地缘政治的棋子 压制中国的工具 滲透内地、桥头堡的人 在毁坏一国两制制度根基 是香港繁荣稳定的真正大敌 他也有提到在推进一国两制的事业 必须不断完善和宪法和基本法 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 制度的生命是在于自我革新 自我发展香港和宪制秩序相关的制度机制 有效的要坚持 缺失的要修补 跑偏的要纠正 过时的要更新 洛主任的发言重新了 今日的中国如何界定了敌人 叫结束一党专政的人 就是毁一国两制的根基 亦更加是香港繁荣的大敌 而至于今天的支联会 未设綱领亦未被取体 是继续全国僑联副主席 劳文端的预测之后 是否意味着支联会便会被取体呢? 香港的制度应因时隔身 配合上一段的发言 在西方的围堵干预的情况下 为杜绝乱港外力制度自然是要改变的 一国两制都离不开发展 如何融入国家的大局改善民生 以舒缓民怨 或者是未来的特首的施政重点之一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在6月12日发生的 就是周庭放监 他因为在2019年6月21日 包围警总案 前香港众志成员的周庭 判监10个月 他扣减刑期6月12日就放了出来 他一放出来 他又没有一改平日很囂张 站定定给你block mic 我想他也是怕自己说错话了 所以一支箭上车之后 忍不住下午就在他的IG上出post 他就说痛苦了的半年 零二十日 终于都完结了 他就辛苦所有慕语 去到前来接他出育的朋友们 他就说接下来就要好好地休息 养好身体 因为身体在这段时间实在太受弱了 括着还要是苦笑两个字 唉 你苦笑 因为你被人入育那些年轻人 都真的笑不出了 其实究竟他是真正低调 还是为什么呢 大家都觉得 因为他自己还是揹着国安法的案 大家还记不记得 警方就在去年的8月10日 以港区国安法拘捕了 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 和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等10人 周庭就指涉嫌触犯违反 港区国安法下的勾结外国和境外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罪 当时他就获准以2万元保释 那你告诉我 究竟他是突然间变低调 改过自身 还是他都怕一出来又说错话 可能都不用等那宗案判 是否要入育呢 大家都不知道 其实你不要只说周庭 根本整个黄黑阵营 你都大势已去 多少知名人士逃跑 有罗冠聪、许智峰 然后还有47名涉嫌国安法的反对派 宣布推出政坛 有范国威、朱凯迪、陈志全、楊岳桥、譚文豪、郭家琦 其中楊岳桥和譚文豪、郭家琦 也都提出解散公民党 最后我们值得要看的是 就是在6月12日 这个两周年的黑暴 其实警方出动了1500名警员去戒備 铜锣湾和旺角都分别有发生事 其实下午4点钟 警方已经封了某部份的铜锣湾 亦都在一带楼连的人士 他们都会截停去查理 摆明是查理 警方亦都在旺角高调、寻查和戒備 医管局员工、震线和职工盟 竟然还够胆在旺角的天桥摆街站 警察便来查理 然后拉起橙带便围封你 对不对 不会让你聚集 其实警方那天也有抓人 但是大家以为 好像倒露都没有见到的时候 其实旺角都有人用杂物去倒露 然后警方亦都将三条过海隧道 洪隧、西隧和东隧 往港岛区设了路障 去截查一些可疑的车辆 那天抓了最小的也是14岁 另外有29人因为涉嫌违反限聚令便被票控 大家看看 整天都是那些年轻人出来 周庭这些很痛苦很痛苦 你是不是累死年轻人呢 香港其实已经是很平静 但是我们又看回外国的情况 612 其实在澳洲、日本、英国、美国 世界各地都有很零碎的海外港人 举起一些游行集会 高举港独期 大家都不要小看英国 英国有个滥炒巴刘祖迪 有罗冠聪 刘祖迪在过去那两年曾经被捕 遇袭 亦都之后被通缉 但是他说他没有后悔 对啊 罗冠聪趁着自己走老 被人通缉的时候 就在英国大搞事 大家可以看看这条片 有英国的徒人 就搭车经过拍了 其实在英国 在伦敦 就有些中国人 穿了黑衣 举了港独旗 你说 香港真的 宁静了之后 英国都应该要开始害怕了 好了 今天的今天焦点来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和大家见面吧